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两位异作 带大家一块来倾听基隆市民的声音 一起来监督市政 我们先欢迎来自中正区的市议员吕美玲 小军主持人还有凯琳 异作然后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美玲 美玲异作好 第二位是安乐区的市议员郑凯凌 小军好 美玲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凯琳 郑凯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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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好 今天很厉害 双铃来到我们现场 要带大家一块来检视我们的基隆市政 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看看这些政策是否有前瞻性 可行性以及执行性 好我们要先请美玲异作跟大家来分享 其实就是延烧了一个多月 沸沸扬扬的东岸 到底东岸一开始是发生什么事 其实美玲姐她准备了很详细的资料 要跟大家来分析 分享一下当初到底是怎么进行的 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虽然说现在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 大家对这个关注 可能没有像之前这么样子的关心了 但是真相还是要让大家知道 因为不然的话大家都很模糊 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那我也是透过了非常多的资料 包括很多的契约 这个契约还包括了 除了金融市政府跟大日的契约以外 还有包括大日跟Net 也就是主付这个商场的契约 那从这些契约里面呢 我就整理了 因为你根据金融市政府 给我们的资料就这么高了 我在想这么高的资料密密麻麻的 大家想要离出一个真相实在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替大家离出了一个真相 那这个真相是什么 就是东岸广场争议懒人包 因为我在想用这样的方式 可能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 我们先来看当初打契约的时候 契约当事人是在104年的时候 契约当事人是谁呢 当然就是招标的金融市政府 还有来承包的 就是得标的大日开发公司 到了110年的时候 契约的当事人是没有改变的 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110年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增进了 那时候已经增进了 所以契约的内容有变更 变更什么呢 从地上的一二楼 包括地下的一楼到地下四楼 然后还增加了什么 地上三楼跟四楼的增进 所以委托营运的资产包括什么呢 地上的一楼到四楼的商场 特别要注意的就是 当初的登记产权到目前为止 谢市长正在努力 可是之前的前市长 他在任内完全都没有完成登记 所以谢市长他说他要力拼 在今年的三月底 看看可不可以完成登记 这个是 那大家在看 可是在所有的争议当中里面呢 为什么有出现Net 而且全部都是他在发言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这Net他就像路人甲一样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跟小军结婚好了 我是老公他是老婆 我们两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 居然还有一个路人甲 说怎么样怎么样 他来怎么样 来智慧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可是那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而且我们两个人之间根本没有事 那他吵什么 我也搞不清楚他到底吵什么 好了我们现在再来看 到了113年1月31的时候 其实这个不管是金融市政府跟大日的合约是已经到齐了 已经到齐了 那大日跟Net的合约到底有没有到齐了 我们先不要看这个 我们先来看他已经到齐了 所以到齐了以后他就换成谢市长了 他要公开招标了 所以那时候公开招标有四家 一家就是Net 也就是吵吵吵的那个路人甲 他也来招标 他也来投标 还有太平洋建设 郑豪亭跟微风这四家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在投标之前 他都没有讲话 他也来投标 如果有问题 你根本就不用来参加投标 你就直接说有问题 但是你来投标了 很可惜是投标的完了以后Net没有得到 没有得标 开始才有Net的不断的操作 好 那我们再看 113年2月1号以后呢 就开始了 那时候之前的林市长用的是OT 用OT 所以没有所谓增见的问题 但是事实上表面上是不能增见的 事实上却有了增见 到了谢市长的时候呢 他就用ROT 所以我们来看看各个县市的ROT是怎么样 台南呢 他ROT是20年 高雄BOT案是50年 台中BOT案是32年 基隆BOT案 也就是现在是ROT案是20年 那基隆的20年有错吗 不管是20年或30年 其实都是在依法律的规定范围内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比较权利金 微风现在的权利金大概是6775万一年 大日呢是5050万 但是有一个很重点 其实当初大日讲的5050万里面 他还说他要包括一个经营变动权利金 经营变动权利金他用的是什么 也就是他当初的营业额的50%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他也因为这样所以他得标了 但是各位知道吗 这8年来他一分钱 所谓的变动权利金 他一毛都没有给 我们依照111年的得到的 他8年来应该给多少 25亿 所以那时候才有所谓的 你25亿一毛都没有给 我们希望要回来 所以到底真相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我们就看合约 看合约 现在已经送到的这个司法去调查了 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从自始至终 当事人是基隆市政府跟大日开发公司 跟Net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不知道他在吵什么 但是毕竟Net跟大日还是有签约的 Net跟大日有签约呢 那怎么办呢 听说Net跟大日的签约 还超过了大日跟基隆市政府的签约 大日跟基隆市政府的签约 签到多久 其实他是签到112年12月31号 然后大日跟Net的签约 是超过了这个期限 而且超过很多年 因为他们Net是预计 预计什么 民进党可以继续执政 所以他签到了 大概就是签到110 115年或者是117年或119年 这都没有关系 因为毕竟他是跟大日签的 那也没关系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他跟大日的合约里面 有一个条款是什么 如果大日没有跟基隆市政府续约的话 大日跟Net的合约就终止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听得懂吗 也就是说大日跟基隆市政府签约 只有签到112年12月31号 但是大日跟Net的签约 是超过了这个期限 但是他在合约里面 有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如果大日没有继续 跟基隆市政府签约的话 大日跟Net的合约 也是自动的终止 所以大日他自己也非常的清楚 我今天跟你签的合约 虽然比你跟基隆市政府 签的合约还要长 但是呢 只要没有续约 我的合约就终止了 听到这边大家就知道啦 Net在赌赌什么 他就好像在拌拍调的同样 他在拌这个调是怎么 他期待 大日可以继续跟基隆市政府签约 只可惜 大日没有 大日没有 而且更好笑的是 大日不仅没有 他再来投标也 连投标都没有耶 为什么 变成了Net你自己来投标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希望 因为现在送到司法了嘛 其实检调单位 如果你有兴趣 你也可以来看啊 对不对 如果大日觉得这个合约 应该继续的话 为什么大日没出来了 变成Net你自己要跑出来呢 这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再回归到过去 过去的时候记不记得大家想说东岸停车厂这个的时候 当林市长上来的时候他真的期待东岸可以好好的 这么一块地是基隆的一个非常重点的精华区 所以要好好地把它弄起来 所以他那时候有讲到什么 我们要拉大型的百货公司来到基隆市 大家记得这句话吗 东岸停车厂那个时候是期待什么 大型的百货公司来到基隆市 所以那个时候包括参访的当时有产博会 企业组非常多的人 包括那个太平洋百货也好 或者微风百货也好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 包括成品也好 他们都有来参观博览会 甚至他们期待下一次 也就是当初招标的时候 他们都愿意来投标 看到吗 这个新闻出来非常大 我们的这个微风 还有跟基隆市政府 非常的怎么样 那时候登出来了 而且不仅是那个时候登出来 我们看一下林又昌市长 在他的脸书讲什么 他的第一个脸书那时候马上讲出来 他说基隆指定微风集团 辽政汉董事长率团参观产博会 经验基隆的蜕变 绝对有机会来基隆投资 这个是那个时候的林市长他也期待的 甚至辽政汉他也说 这个是林又昌说 辽政 辽董事长说 来基隆投资 一支是微风集团的心愿 他也是基隆子弟 年纪又跟又昌差不多 微风绝对有机会来基隆投资 这个是林市长 在他的脸书那个时候写的 微风集团他还说 微风集团是非常有质感的企业 不管是企业文化或是品牌经营 都是非常成功 这也是未来基隆这个城市 非常需要的养分 我们会努力把都市的质感 风情及品质提升 让基隆的整体都市意向提升及改造 你想想看 那个时候林市长他也期待微风集团能够进驻 而且他非常赞赏 甚至认为基隆整体城市的质感的提升 跟微风来参与基隆的投资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好 但是很可惜 为什么后来微风没有来了 就是因为本来是ROT的案子 后来变成了ROT的案子 他把很多人就这样排除掉了 我们不管是不是所谓的弊案 我们不管 但是至少因为本来是大家期待的ROT变成了ROT案 包括太平洋百货也好 成品也好 微风集团也好 非常多的大型的百货企业 他就不来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 如果当初能够持续是ROT的招标案的话 其实那个时候就不会现在发生现在的困扰 更扯的是什么 我们看这是林市长接受访问的时候讲的 林佑昌强调 因此招商时本就希望对于基隆商场发展要有真改建的计划 真改建的计划 大家注意听 注意看 真改建的计划这非常的严重 如果你当初的标案本身就希望真改建的时候 你就不应该是ROT案 你应该就是ROT的案子了 所以为什么我在105年的时候 我就要求这个案子要送检掉 因为我认为它是有问题的 它是有问题在105年的时候我就要求要送检掉 我们也知道我从后来这个谢市长政府起来以后 送来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资料里面 我们发现在真改建的这个会议里面 有开了三次会议 到了最后一次呢 有很多人就没来了 来了只有什么 第一次大日还来 NET就来了 第二次大日就不来了 第三次也没来了 就只有这个非常核心的人去而已 这个代表什么 我觉得检掉应该要查清楚 一个本来非常棒的 我们要招商的是百货业 企业百货企业 可是我们招来的一个NET NET是什么 它不是百货业 它是一个卖衣服的 百货公司里面不是只有卖衣服而已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变成了什么 二房东 本来基隆市政府给了大日 大日又转租给NET NET再来找了零零散散的这些来 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案子吗 这是一个正常的经营现象吗 其实心知肚明的人或者是业者 应该都知道 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那非常不正常以后呢 今天才会发现 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到了最后我们大家都知道 产权 不管是民进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或者是跨党派联盟的各个议员也好 对于东岸的资产 地下一楼到四楼 地上一楼二楼三楼四楼 也就是包括增进的部分 都是属于基隆市政府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大家都没有争议了 我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强调 包括国民党民进党 跟跨党派联盟的所有的议员 我们对于资产 包括增进的三楼四楼 是属于基隆市政府的 是没有任何争议了 请大家不要再说 我们基隆市政府是土匪了 因为你这样子就代表 我们大家基隆是一个土匪 不对的 这样的指控 我觉得基隆市政府一定要告 这个土匪强盗 强盗罪是几年你知道吗 依照刑法的规范 强盗罪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然后大日居然登了报纸 而且还在头版 最重要的那一栏里面 说基隆市政府是强盗 我觉得这种指控是不对的 我们也希望说 基隆市政府要硬起来 一定要告到底 至少要回复谜语 因为不然人家会以为 我们基隆市是强盗 不对的 这个资产是属于 我们基隆市政府的 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件事 使用执照 建筑执照的申请是基隆市政府 使用执照的申请也是基隆市政府 NET自始至终 在基隆市的合约里面 没有NET这个名称 然后建造也没有NET的名称 使照也没有NET的名称 我真的不知道 NET为什么一直叫叫叫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应该的 那这边的话 我们也期待能够把 这个真相查清楚 是真的 就是交给法律来解释 公平捍卫市民的资产 这个东岸商场的产权归属 还是我们的基隆市民 我们要请教凯琳一座 就是坚持这样的理念 是的 刚才我们美玲姐 美玲议员 已经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了 也相信在这一段时间的纷纷老老当中 其实明眼人 我们其实我们理性的我们的市民们 已经开始慢慢的观察到 其实怎样的方式是正确的 像美玲议员刚才所说的 一步一步的抽丝剥茧的 跟各位这样子讲的 讲解的非常清楚了 所以在这边 我也是有一个四大立场 我的四大立场也非常简单 第一个是坚决捍卫 基隆市的财产 既然这个 是我们基隆市市民的财产 那你基隆市政府 你市长 责务旁贷的 一定要把基隆市的财产 把它捍卫好 把我们的财产雇好 这是我们所有市民的财产 第二个 合约对象 请你不要再多了 刚才美玲议员 有跟各位这样子讲解很清楚 第一个基隆市政府 我们打的合约对象是大日开发 而不是NET 不是主副商场 所以请大日开发 你为什么从头至尾 到现在都没有出来解释清楚 跟市政府签约的是我大日开发 不是他NET NET是我私下跟他 在转租给他的 你大日开发 你要出来讲清楚呀 你害我们基隆市政府 在背这个黑锅 所以这个部分 是我非常坚决说 希望坚持说 你大日开发 你要先声 如果再有状况 你要先声 你要出来讲清楚 不可以再躲在后面 在这样子处理了 要求大日开发 跟我们基隆市民的 大众的市民来道歉 第三个 现在目前所有的状况 已经都送检掉了 所以也不需要再这样子 纷纷牢牢 这么这样子 真相只有一个 由检掉单位来调查 来宣布 来把真相还租给我们基隆市的市民 还有刚才美灵一桌有讲的一个 权利变动金 在八年前的云运合约中 就有提及 营收超过一亿 营收超过一亿的话 基隆市政府是可以收取 百分之五十的权利金 但是这八年来 我们从来没有 这八年来从来都没有 所以我们也非常要求 大日开发 你要把你所有的合约账目 跟所有的账策拿出来 来交检掉单位 你是如何规避这个权利金的 这个权利金让你这样子 快会计的这样子手法 快会计犯罪的手法这样子规避掉了 让我们这样子将近这八年 真的少营收了 三到二十四亿的一个权利收入 所以这个部分我也坚决的希望说 把这个部分也要送检调 一起来让检调单位来查询清楚 让我们的营运金能够很顺利的 把它追讨回来 那当然这个是基隆市政府 是在捍卫我们基隆市民的权利 所以我们所有议员 就像刚才美玲姐也讲的 其实不分党派所有的议员 都已经知道说这个是我们的权利 我们的东西我们要自己捍卫住 所以也希望说这件事情 已经进入检调单位了 也希望说所有的市民好朋友 能够我们静待检调单位的真相 来跟各位报告 是就是交给司法来进行处理 然后就所有的谣言 都一切可以制止停止 好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到 就是临时会当中 有一项很重要 就是我们的电动机车 这一项政策在议会上被讨论的沸沸扬扬 我们快来看看 机动市环保局向市议会报告 公益青年就业补助电动机车计划 推动几个月后 目前为止 申请出去大约100台电动机车 会继续努力 因为它这个有牵涉到一点 我们在受理申请到实际上发出的时候 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 它会有一点点数量上的 没有办法那么精确 那我目前可以跟各位议员做报告 我们大概目前发出的车大概在100辆左右 有市议员认为 这代表青年电动机车方案是失败的 电动机车辅助方案 三亿八千万 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五万台 目前只有一百台 也就是市政府的咨询率为0.8% 那也就是连1%都不到 这也代表着我们的青年电动机车的计划 可能是失败的 但是也有议员认为可以透过滚动式的调整 例如放宽申请电动机车年龄资格 让这项符合环保趋势又能够兼做公益的良善计划 继续执行 林佑昌推动假牙政策 第一波也是失败的 机程反弹很多 回到议会以后 我们也是协助林佑昌放宽政策 甚至追加预算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帮林佑昌 现在的议员不能帮谢果良呢 我再强调 Cogoro的政策是市议会通过的预算案 议会有责任协助市政府把政策推动成功 那既然基隆市的年轻人 认为这个政策他们不需要 那我们就把它扩大年龄层 我希望我直接建议 把22岁放宽到30岁以上 我相信这样成交就会出来 如何的来去增加这个我们的这个执行率 那我们当然是年龄限制 予以放宽 资格条件予以放宽 用心想说推动我们这个电动机车 我希望在放宽条件的话 能够给我们事务有一个空间可以飞扫 这个电动机车的申请的对象 大部分都是在青年这部分 但是这个年龄的部分 能不能因为李林长这些 有需要这种电动汽车的一个必要性 所以他们也是可以作为一个申请的对象之一 那事实上既然我们有意要推动这个环保政策 那么还有那么多人有期待 我们是不是金融市以后 我们做成一个决议 赋予金融市政府 你去做一些这方面的考量 你不要完全只针对哪些少数的人群 导致你这个政策没办法普及 失败才会知道要怎么做才会成功 我是建议啦 最后是跟41年住的 因为这41年住的最多月嘛 我还可以啦 我41年次我还可以骑摩托车 如果可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只要目的就好 结果就好 至于过程 我们都可以继续在研讨啦 对于议员们的质询 市长谢国良被寻时 感谢议员们的建议 市政府会研尼新的方案 放宽民众申请电动机车的年龄资格 哇 这个看起来就是 大家讨论着沸沸扬扬 而且就是资格要放宽 我们请教凯琳一做 当时候然后你的看法又什么 是啊 这一个电动机车的这个方案 说实在的是 金融市政府真的是从无到有 慢慢的一项一项 慢慢的产生出来的 当然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当然就是有做 就会有一些状况进来的时候 慢慢来修正改正 所以他们金融市政府 本来就是半年的滚动 预计是半年的一个滚动式的 一个慢慢的修正 把这个方案慢慢做出来了 所以也刚好五月份上个月会期的时候 三月份 三月份的那个会期的时候 刚好是也接近快要半年 要做一个正好在做一个检讨的一个阶段 所以那时候我们所有的议员 大家都非常的在对这件事情 非常的关心 所以真的也就在检讨完了以后 也依据我们所有的议员的一个建议方案 来做一个调整 而且这个调整案 我相信我们金融市的青少年朋友 是非常高兴的 因为我家也可以享受到了 这一个好康的一个优惠方案 从3月29号开始 青年节那一天就会开始有这个新方案的产生 月支费是零元的 最好康的一个补助方案 就是说 这一个好康的方案是 20岁到45岁这一段的年龄 我们放宽到了45岁 45岁是这样子是68年次到93年次的 所有青少年朋友 你都可以有机会来参与这一项的活动 但是不要忘记还是有一个109年12月31号 钱必须涉及在我们金融市 而且连续在即 这个部分是一个我们金融市市民 非常要求的一件事情 当然一定要有这样的规则 然后重型机车驾照一年以上 那现在太旧就是不用非必要要太旧了 额外太旧的话 你有旧车要换新车的话 另外还要补助1万元的 这一个补助金 所以这个额外太旧补助金 也让很多人很欢喜 因为之前他没有登记到 因为月租费的关系 所以当初并没有说想要去登记 但是现在新的一个优惠方案 新的优惠的月支费的方案是0元 0元 所以有两个厂牌 所以这个部分有高用量低用量 跟电池买断方案 还有电池租赁的方案 这里面就有0元的 月租费是0元的 还有299的 599的 399的 390的 这个部分都可以让我们所有的青少年朋友 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去选购 欢迎在我们3月29号还没有到之前 各位可以先赶快到我们的那个环保局 或者是南站火车站这边 可以去询问的地方 多多来询问 3月29号不限2000台了 已经是无限的让各位来登记 真的耶 其实最近走在路上就很多人都会说 你要不要去登记那个 你有记者不用签了 你去被解释觉得不用签了 我们来看看当时候记者会的情况 针对议会对公益电动机车方案的建议 市府从善如流 希望做好基隆近零碳排 并回应民意 把市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优先 这次条件放宽的专案 堪称全台力道最大 最优惠的补助方案 减轻年轻人的负担更有感 我们非常谢谢这次基隆市议会 不分党派的议员 对于公益性能电动机车计划的关心 那我们也在3月29号会有一个全新的方案出炉 也非常谢谢议会在这一次议会期间 针对我们的月资费还有相关的门槛 都许多的民众也都透过议员表达 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放宽 所以在3月29号之后 我们会有这个具体的放宽的相关的计划 首先呢我们目前的六个资费方案 我们会全面调降 同时呢我们还特别提出了两种资费方案 是直接降到零元 换句话说民众除了车体本身就已经免费之外 他如果选择这个零元的月资费方案 未来他的月资费也都不用再付钱 同时呢为了鼓励太旧换新 我们也希望民众这个能够 泰换他家里的老旧燃油机车 如果他愿意提供的话 环保局会额外再补助一万块的 这一个补助金 那同时呢这一次我们也放宽了 相关的申请年龄 这次议会也都很多都提到了这个部分 我们的申请年龄在基隆市的市民 会从20岁到45岁 都是可以申请的年纪范围 所以呢也请大家符合相关资格的申请人 能够在3月29号以后 尽快来申请加入我们金融市电动机车的行列 真的这个年龄一放宽 我们就发现我们现场好多人都可以申请 常常可以来申请 而且这样听起来就是前五年都不用钱 是这样的概念吗 假如你选的是零元的方案的话 就是不用钱 零元方案 对那个方案出来 那他零元的方案有一个是 应该算是低用量的 然后还有就是电池租论的方案 然后有125的 那也有光阳比较清醒的 那这个的话其实是 大家因为在临时会的时候 听了很多的议员的建议 那其实我也是建议应该要放宽 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在使用的 真的就是那一群机车组 那大家知道说 我们的机车组是最大宗的 非常非常多 它可能比这些汽车 或者是通勤组还要多 所以实际上机车排放的碳 其实是非常高的 尤其在基隆 它碳的排放量最高的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机车 所以因此如果说 基隆的机车能够把它简化 把它简量 甚至如果我们真的 5万辆的电动型机车 我们知道我们的碳排放 就可以降低很多 那碳排放的降低 也就是在我们中央的政策 包括它是因应国际的政策 在2050年 它是净零排放 我们要达到净零排放的话 说实在的 台湾的机车组可以负起很大的责任 它可以肩负这样的责任 也就是当它把它的机车 从排气的加汽油或者是柴油的 变成了它是使用电动机车的话 我相信它可以为这个环境 带来非常多的好处 甚至可以减轻我们台湾的整体的碳总排放量 所以净零排放这个在2050年要达到真的需要 每个县市来推动电动器机车 尤其是机车 因为我们机车量真的非常非常大 不要说5万辆 其实机轮的机车量是十几万辆 或者甚至20万辆 大家会觉得说我们机轮总有37万人口而已 我告诉你每个家庭 至少如果你是四个人的家庭 至少有一辆 不只 至少爸爸妈妈都会有 甚至孩子都会有 像我们家好了 我们家就是连我自己没有驾照的人 我们家就两台了 对 儿子跟老公 如果女儿在的话 其实就又多了三台了 我知道我们左右的邻居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有 至少都一辆到三辆 一辆到三辆 甚至也有的是 他们每一个人出路都是用机车代步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 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够支持 后来我本来想说 我们是不是鼓励大家来使用 我今天要来之前 我说我今天会谈到这个 有一个他是40岁的青年 他跟我讲你根本就不用了 现在你去看网路 现在大家都在讲说要去来 要去来登申请了 所以一看网路就知道说 这个降低年龄 是可以提高申请的效率以外 也是合乎大家市民整体的需求 所以我也蛮感谢这个环保局的 因为当初我们议员在讲的时候 我们都在想 这个会不会通过 降低这个年龄门槛 会不会让那个环保局觉得 好像没办法 而后来没想到 居然能够重散如流 这个也不错 而且这么样子的一个政策 如果一改变的话 真的很多人要来申请 而且我对我来讲 因为我是吃素的 我吃素是为了环境 我们叫做环保素 我们这个环保素就是为了 要降低碳的排放 所以我们不吃肉类 真的是不吃肉类的 所以我一听到这个我就很高兴 我觉得这跟我们吃素 吃环保素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我真的很支持 我也会让我的孩子 去把他的机车换掉 因为他现在还是 用那个汽油的 加汽油的 我一直告诉他说 你一定要去申请 而且资费变零 对 其实当初资费没有零的时候 我跟他爸爸就要求他要 因为我们是吃素家庭 所以一定要环保 一定要环保 资费零真的是很神奇 凯琳一座应该也是 鼓励自己儿子公司 因为当初开放的时候 我们也一直非常希望说 说家里的两部摩托车 能够开放掉 但是因为小朋友 目前还在读书 在读书的话 说实在的 你要教他每个月 缴这个月资费 说实在的小朋友 他去打工 对 我不骑的话 我不骑的话 我还可以放在那边 对不对 可是如果说我换了这个的话 我月资费就必须去缴这个月资费 所以变成那时候 小朋友就认为说他不想去换 但是当这一个新方案一出来的时候 他就打电话跟我说了 妈咪啊我这个礼拜回去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登记 真的 零支费这件事情真的很幸运 诱惑很大 然后他还有分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要看好 还有重型的也有零支费 对 大家可能都会去学 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看自己比较适合哪一个方案 对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 就是其实在议会上也有讨论的 就是我们市政府的计划组织改造 我们要请教凯琳一座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的 因为这个部分 说实在的 从社会处这个福利科 把它拉出来 老福科的部分 把它拉出来 变成青少年儿童福利科 少年福利科这样子的状况 说实在能让我们儿少 儿少师 这个叫做我们是讲 儿童及少年事务处的一个新增以后 变成说福利福利科 儿少季家庭支持科 场馆盛事科 还有综合企划科 这个全部都成立了一个专责的一个单位 这个专责单位成立了以后 其实就是把老福 老人福利 以及我们的青少年福利 还有儿童福利 全部都分开来了 专职的来为儿童福利 跟青少年福利 来做这个主要的一个工作 打造更符合我们儿少权益也好 照顾儿少福利 以及我们的娱乐环境等等的一个状况 然后说现在我们一条龙这样的服务 虽然是已经都少子化了 可是就是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所以我们必须更加用心的 将我们比较更细微的一些福利政策也好 或者是针对儿童的儿少的这些的保护的一个责任做到更好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是在这边 凯迪是还蛮支持这个儿少处的这样子一个的成立 让文化局文官局能够真正的做造一个文化观光的一个局处 来做他的产业 而儿少 儿童 少年 这样子从0岁到18岁这样的这样子结合 让我们专责的人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工作 这个部分我是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支持 让这个0岁到18岁的儿少处能够更用心的 把这个我们基隆市的有爱的城市做到更好 是 就是要让基隆成为真正的有爱城市 每人一座也是这么想吗 对啊 我觉得儿少处的成立就表示 你真正已经是知道少子化的困境了 而且你真正在支持大家都生小孩 而且你真正的在支持生了小孩以后 你来协助家庭来做这个照顾 否则的话我们只是不断的说 你生一胎 我给你一万 两万 三万 结果后来呢 这真是很容易啦 我老实讲 可是你养的时候是很困难的 在养的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需要政府的陪伴跟协助 所以真正成立儿少处 让我虽然我说我已经不需要这一块了 但是我也很庆幸 如果我的小孩未来生了小孩以后呢 他们可以得到政府的协助 我们不一定要他补助什么 但是至少有很多的问题的时候 政府都可以让你咨询 甚至来协助 我觉得这非常棒 这才是真正来这个就是重视少子化 真正落实来照顾儿少 是 真的就是照顾儿少 跟还有这个文官局也是嘛 对不对 就是合并文化局跟官销处 对 合并 其实我们当初设立所谓的观光行销处的时候 我就觉得其实只是一个行销的这个东西 观光行销 其实它本来就是不需要说你成立一个局处 这么大其实不需要 它本身就可以在一个处里面的一个科就可以了 所以当初我是不是很赞成这个 那现在你把它跟文化 还有观光这个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刚好啊 因为你真的要去行销什么 行销的就是这个文化 你行销的就是这个城市 那刚好也是利用这个文化的发展 文化的带动 刚好可以跟这个行销 观光跟行销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不错的啦 所以这一次的组织改造 我是非常认同的 而且我也希望大家真的很落实 他们所掌管的每一件事情 让我们基隆更好 是就是要让基隆更好 又是请听我们基隆地方的声音 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美龄一座 她特别呼吁要设置多元临庭区 基隆市议员 旅美龄在基隆市会总咨询时表示 交通违规基点新制 已经引起许多民众 与驾驶人恐慌 尤其在街道狭小的基隆市区更是如此 因此建议基隆市政府可以在这些路段 增设多元化临庭区 同时以劝导为主 这个多元化临庭区 它可以包括物流业者 送货的 富康巴士 或者是真正这个可以上下的 就是老人家声障的都可以 让他们可以安全的上下车 尤其是一些声障的朋友 他们要靠辅具 如果你没有办法让他能够安全上下车 实际上你这个就是陷阱 你的陷阱不仅是让他违法 让他纪点 让他处罚他 让他缴钱给国库 这个都不管 但是最重要你还妨碍他的安全 所以呢 我是希望是不是能够设置 看看我们相关的法规有没有 可以来设置这么一个安全的上下车的环境 那第三个就评估分段式的弹性开放临庭 对此金融市长谢国梁回音表示 市府目前正在检视新人事故热点改善区 会请交出研议 大家都知道我们一路有很多的诊所 那诊所就是很多不便嘛 所以不太可能像您刚刚讲的 停到东岸 停到信二 或停到现在东山寺 然后再一路过来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设一个这个临庭区 但是临庭区就真的是一个临庭的区域 而不是说是临庭就被人家暂停了 所以我觉得占用停车了 所以我想这个热点改善区 我们会跟交通处这边 会后也来跟您一起讨论 我们都是中正区 我家也在中正区 所以我们会了解一下设一些临庭区热点的一些检讨等等 旧市甲局长张素德也澄清 除非是重大交通违规 对一般上下课或是装卸货 则会以劝导为主 如果说那个汽车它在上下课 或者是上下货 它没有很严重危害交通 没有妨害人车 它是可以劝导的 这第一点 那在有关富康巴士接送残占 身心障碍人士上下车的时候 警政署在105年的韩市 也有特别规定说 如果是属于没有严重妨害交通 还是可以劝导免疫情 另外呂美玲也关心天涼河整治效果不彰的问题 想想看 这么多年 我们的天涼河有没有干净 一点 说实在没有 它的臭味 有没有 比较好一点 也没有啊 尤其大家看 只要是不下雨的时候 连续15天没有下雨 当然现在可能更多 有时候一个月没有下 那个臭气冲天 而且我们的水啊 就变成什么 褐色的啊 这个墨绿色 甚至变成那个 有点红色的 谢国良表示 海洋大学在四海平台上有提出 希望为田疗河做监测后再提出专案报告 真的田疗河的味道 它的颜色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民众真的很需要的聆听区 对 都是地方民众的兴盛 后来呢 后来呢 慢慢他们会去真摄哦 那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个就是 我们知道说自从采祭典以后 我们的交通警察或者这检举达人 真的是很多很多啊 大家聆听一下呢 那当然就是说我不是说鼓励大家都聆听 而是有些的聆听是必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一录好了 我们一一录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叫做妇幼科 儿童科也好 或者就是医院 诊所非常多 尤其大部分都是那个妇产科很多 那大部分都是很多妇产也就是去做那个产妇产检的 那产检的话 你不可能让他下车以后 啪啪啪啪不可能 所以那动作都非常慢 非常慢 然后很多人呢 他就是因为在放孕妇的时候 或者是有因为也有一些老人 在协助他下车的时候 就被咔嚓咔嚓照相 你就进去 就是啊 就是这样子 那尤其呢 自从那时候说可以这个检举 检举大人非常多 据说啦 据说在一一录 你只要待上三个小时就好了 你可以检举大至少一百多件 哇 因为几乎大家都要来产检嘛 或者是儿科嘛 或者是老人嘛 然后呢 只是在那边稍微停一下 然后放老人下来 放孕妇下来 放儿童下来 放儿童下来 然后呢 就被检举 所以那时候我才想到说 说实在的 你真的要多设一点临庭区啊 那当然不是说 你临庭我就可以 没有 如果你在这边是没有人 或者你在那边待上了 对 一定要有人上下嘛 所以这个是我当初 为什么会要求这个 除了我们的一一录以外啦 当然非常多的 还包括这个那个庙口那边 为什么庙口那边 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游客 或者是非常多 就要到庙口去弄得在地的基隆市民 他也跟我讲 我闯屋妈妈 大部分都是年纪都蛮大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对庙口有一份勤奋 他要去那边吃 他小时候 没有 他年轻的时候 小时候的味道 所以大概就是一个月 或者是两三个礼拜 就会去一次 他说他每一次去就被照相 每一次去就被检举 他说我也是为了要尽孝而已啊 所以他才说 是不是可以 也在那个地方放人家下来 他说不仅是 我是在地的市民啊 他说实际上外地的游客 他也会在那边上下车啊 可是如果你全部都画红线 哪个地方 到底哪个地方 我当计程车可以停 是啊 完全是不行的 所以就是要多设立 这个多元临庭区 然后所以 市长也能够接受 我也蛮感谢的啦 因为这个真的是市民的心声 那 同样还是市民的心声 要带大家来看 我们的安乐区 安乐区我们的凯莲一族 非常关心我们的基杰二届 另外还有就是要呼吁 国家新城要欣辟连外道 市议员郑凯林 首先为基隆市远警教区 因为他们的警情加急 比临近双北少很多 呼吁成担任 金融市长的内政部长 林又昌 及曾做过金融市警察局长的 警政署长 黄明昭 因出面解决 另外 郑凯林也关心 金融捷运推动进度 尤其第二阶段路线 郑凯林建议 可从八堵险接迈进入长根商圈 再转往市区 走我们右侧是这边 南侧是这样的状况 北侧的话 迈进入北侧的状况就是 现有的长根第二停车场 以及我们旁边那个地方 长根停车场后面 以及我们自强隧道那个部分 那个后面整大片 都是大部分是国有地的医疗用地 如果这两边 这两块 能够好好的来使用 来规划的话 我相信捷运到我们长根 打造我们多功能的副都心 这样子的全面的区域考量 规划捷运站 以及我们金融的第二转运站 这都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 针对国家新城的第三阶塞车问题 郑凯林呼吁金融市政府 紧速规划批建第二条领外道路 对此金融市长谢国良也做出回应 从国家新城到庄管理 然后就直接达到我们麦进入三项以后 就到赋景天下的麦进入了 除了要上高速公路往基隆 这样子都非常的好 真的是一条很顺的道路 而且也可以让我们麦进入三项 是前市市府团队说的幽灵道路 不是路的路 让我们这条路能够正式化 那边应该做一个完整的交通配套的规划 把国家新城壮观 还有您刚刚讲的麦进入的三项等等 还有甚至是不是有机会 从上次可以有一个引道到国道三号等等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一并纳入做考量 我们刚刚还在讨论一些科目上面的处理方式 希望能够尽速的来规划 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完整一个交通配套的可行性评估 除了交通问题 郑海玲也关切金融市围绕都更推动情况 尤其是安乐一起国宅六号基地即将达到都根门槛 建议金融市政府协助成立招商小组 我希望说我们市府能够也进入协同我们理事会 来共同来成立招商小组 来推荐我们或者是邀请我们的潜在的这个 基优的 我希望是基优的 潜在的投资建商来参选 我们这一次的本案的临选 谢国良表示 明年成立的都根办公室将一口气扩边到20人 希望全力推动 我们目前都根的人力是不足 所以在议会通过后 感谢议会的支持 明年度我们的都根办公室 就不只是只有针对安乐一起的这些区域 正在安乐一起其他栋的整合 我们也可以加速来进行 真的就是要加速整合 就符合地方民众真正的需求 我要请教凯琳一座 是的 我们安乐区就是交通问题特别严重 我们一直期待着我们的捷运能够到达我们的长庚商区 这样子的话打造出我们的所有的部分 我们的交通也可以把它做一个更简单的整理化了 当然我以国家新城来说 国家新城的第二条连外道路 现在目前的部分凯琳的想法是从国家新城五福里打到我们壮观里 然后由迈进路三项这边直接上一号高速公路 这样子的评估会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我们立委林佩祥立委也开始在打造第二条的一个高速道路 从我们上次货柜连接到我们山高这样的部分 他现在也在做评估当中 所以期待说我们安乐社区以及我们国家新城 所有的连外道路如果能够健全来打通的话 相信能够疏解到非常多的我们的台北在外面上班的上班族 是 就是解决交通问题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都更 你都更也出了很多力 是的 现在安乐社区有八个基地 六号基地的都更 今年已经可以对应该已经有到达这个样的状况 可以对外来招商了 建商可以来招商 我们六号基地可以去招商了 然后另外一条另外一个新建的基地 就是我们长庚院旁边的四合院 最近也一直在如火如荼的在召开协调会 已经开始在对都更的部分来做一个检讨会议 所以我们也期待如果它能更快的话 一定会把基隆市安乐区这个部分的都更带动起来 哇 那真的是很令人期待 就是安乐区一些老旧建屋的都更 这个就会有全新的面貌 剩下最后一分钟 我们要请跟大家说说话 谢谢美玲姐 大家好 我在想刚才 透过我们刚刚的那个说明的话 大家应该知道东岸的产权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我们也期待说我们的检刀单位能够真正的落实 来调查清楚把真相公租于这个大众 让大家知道真相是什么 勿望勿众 勿望勿众 那再来的话就是希望说我们的多元邻庭的区 区块能够赶快的划出来 让更多的需要的民众 能够不再遭受检举达人的检举之苦 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也希望说 田辽能够赶快让它弄干净 因为毕竟那个是市中心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 是 肯林说 非常期待我们基隆市能够打造成我们全台最友善的 最友爱的一个城市 所以也期待我们基隆的市民能够继续来支持我们基隆市政府 所做的所有的一个配套方案的一些措施 只要我们鼓励 我们支持 相信基隆市政府一定做得更好 真的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异座双0 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关心我们在地的心声 我相信一定可以一起打造幸福基隆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谢谢 太厉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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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